我最近我女儿都不理我啊 我都跟她 爸爸 都会看着宝贝女儿 I love you honey 然后不理 I love you honey Sandy有没有跟我主持人 小米奇大跟班 有没有奇怪 很漂亮的女儿 I love you honey 我说你怎么都不理爸爸 她爸爸 你一直跟我说 I love you 难道我要跟你说 Me too吗 我们今天 你有没有考虑大家的心情啊 蛤 为什么 对啊 你唱夕阳歌曲唱你爽的 人家喜欢看你作秀那一套啊 对不对 不要聊八卦 好 不会 我们今天演唱会 如果聊八卦的话 好不好 观众朋友会很开心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最近我女儿都不理我啊 喂 我都跟她 爸爸 都会看着宝贝女儿 I love you honey 然后不理 I love you honey Sandy有没有跟我主持人 小米奇大跟班 有没有奇怪 很漂亮的女儿 I love you honey 我说你怎么都不理爸爸 她爸爸 你一直跟我说 I love you 难道我要跟你说 Me too吗 因为我们互有把柄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节目里面聊这个东西 你看差不多了 而且那个事情 定调多K啦 我什么事情 你这个吉他很大支 对啊 不过在大支 客制化的 在大支也没有nono大 你把我的吉他拿去跟那一支比 我这一把 他算把吗 一把吉他哦 是是是 我们两个走红的原因是什么 你牵那么紧干嘛 没事 我觉得早就在怀疑他为什么 每次我去他上他节目录影 他都叫我去他房间 OK啦 为什么没有那么 就你去特别要叫我去你房间 我坐在那边我心里小路亂坐 前者没关系 我们不要录影就好了嘛 其实他就是里面分享他的 他的创作 人生啦 对啦 希望台湾的社会平平安安 好不好 我们实在是太不平安了 然后看看我们这艺能界的消息 然后 如果照理想是好事的话还OK 那就事情比较好 但是你们看着我的眼睛 就可以看得到 我爸爸妈妈给我们的庭讯 我们一生都不会做坏事 否则直接报应在我的子女 我的子女当中只有一个报应而已 而且我刚刚开车 经过两个地方心里毛毛的 为什么 台北市市政府 为什么 是他放到你了 还是你有什么前科在那里发柄 有个艺人朋友 曾经仰眼要做一个炸弹 葱油饼 炸弹葱油饼 井里面的员工吃 然后再右转过来 哎呦刚好是信义区 路上闻到浓浓的麻味 这两个案子通通是同一个人干的 但是各位不要误会 路西派他姓路 我是吴宗憲 我姓吴好不好 所以那是不一样的单位 让他一切也随风去 哈哈 能有多远就多远 能啊 插 Happy 용 你 tir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